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世华山仁安策略联盟的第三十四届韩式吃饱三食送礼到家 包含台风金马二十二个县市 动员大约九百名同仁与义工 把丰盛好礼与祝福红包送达给全台一万三千多名若是朋友 让他们感受社会温暖 第三十四届韩式吃饱三食送礼到家 其实我们是从三十四年前三十个便当开始 早年我们都是透过办团圆业的方式 希望在年前给这些弱势的家庭有一个团圆的感觉 那因为这几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改成把这样子的有年味的佳肴 跟一个祝福的红包送到我们的个案的家里 那今年呢我们也是以这样的考量 把年礼跟红包送到个案家里 但是我们也是期待有一天 就是整个疫情都可以真的 比较没有这个传染上面的考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恢复我们以往的团圆宴的方式 但是今年呢我们预计全台 在今天同步把这样子的年礼跟红包 送到一万三千两百五十个 我们的主人家庭独居长辈 以及街友及单亲妈妈的手中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让他们能够有充实希望 迎向一个新的人生 清潭国小的五狮团 三只小狮子热热闹闹 兴高采烈的捂着狮头 欢天喜地庆祝创世华山 仁安策略联盟的第三十四届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活动 热闹开场 国小非常精彩的表演 那小朋友都好小 然后还可以表演得这么有活力 这么有精神 非常谢谢大家 很谢谢我们今天创世基金会在场的 我们的吴主任 还有我们的黄组长 也特别谢谢创世在这个过去 已经今年办到三十四届 能够持续 刚才吴主任告诉我 这一次是有六万多名的赞助者 来帮助我们共同募集了一万三千多份的物资 一起 然后而且从今天开跑 全省就是送到家的服务 说实在的 这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台北市从今年是二月六号 我们每年也都有办送年菜的活动 我们今年是二月六号要开跑 我们募集了两千多份 也是跟这个民间团体一起的合作 那我们也有结合很多的民间团体 一起就是很壮观 在我们那个周边会有非常多的车子 他们就一起开跑一起送到家 非常谢谢 我想不管是今天的活动 或者是在我们市府的活动 一样都是透过公私协力 来关心我们的弱势的朋友 在这里呢 我除了感谢之外 我们也要祝福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好朋友 以及我们的弱势朋友们 大家一起攜手 即便在冷的寒冬 有我们的温暖与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会生活越来越美好 其实呢我们在去年 大概年中的时候就一直希望说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延续以往的 办团圆夜团圆就是办座的这种形式 但是因为大家也都有关注到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在最安全的考量下 不要有一些传染的疑虑 所以呢我们还是想说 今年先以这个送礼的方式 但是在明年大概过年前呢 其实我们也会持续 其实我们每年要筹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都需要花费将近六到七个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的创办人就不断在提醒 我们要随时关注 整个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 配合政府的一个政策 来积极提前做一些规划 希望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 可以恢复到以前办团圆宴的感觉 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来抛砖引玉 带动社会各界共襄盛举 爱心送暖 能够来帮助这些老穷残 还有弱势族群 从疫情开始 韩式吃饱餐时半周年夜饭活动 就改成送礼到家 但一样有满满的菜色 并且真空保存 不受空间地域限制 随时都可以享用 年后的植物人服务一样不间断 盼大众点滴支持 让关怀持续不止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第一位同学们请准备 第一台 第一台 五百如果快乐 第一台 开始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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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音樂節拍全身動一動 民進黨八位跨世代立法員 許智傑、黃潔、吳沛毅、蔡易瑜、張雅玲、王美慧、吳立華 與陳樹岳齊聚一堂大跳三代國民健康操 包括1997年以前的第一代健康操 1998年的新式健康操 再到2004年的Lucy健康操 通通跳一遍 發起這項活動的立法員許智傑 邀請國人過完年後 記得身體動一動做做健康操 我想我們有老同學、新同學 那現在齊聚一堂 尤其今年過年 剛選舉完 大家能夠過一個好年 能夠輕鬆愉快 所以能夠好好吃 所以請找我們幾位老少同學 一起來跳健康操 再重複一次 大家團圓好好吃團圓飯 那減肥美鳳佳姐被胖四斤來胖四斤 他十斤我說一遍 那最後就是減肥是等到團圓以後再說 最後我們還是要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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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永逸 這屆立法院最年輕的立法院黃姐 與同為立法院新世代的吳佩儀等人 則說與立法院學長姐一起跳國民健康操仿佛回到小學 希望自己進入立法院後也能維持運動的好習慣 希望大家就是吃飽睡飽之後可以跟我們一起跳三代的健康操 我相信大家跳完之後過年都會心情很好 然後這個就是 我剛剛跳完的心得也是我容易嗎 我 我的那個新年後只要改 我容易嗎 大家就說我們是立法院新世代 但是發現三代的健康操仿佛 我們也已經來到第二代 第三代我也是現場看了才第一次選會 如果不用出門走一走 在家裡也可以跟我們一樣上網看影片 在家裡跳舞運動 就可以心情也很好 由於近期氣候多變化 早晚溫差大 立委們也呼籲國人養成運動的好習慣 強化身心健康 一起迎接榮年的挑戰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 在台北市長蔣萬恩等人共同主持下 為期40天的陽明山花季正式展開 蔣萬恩表示 陽明山的櫻花是台北市重要的觀光資源 每年都吸引大量的遊客前來 在公園處同仁持續努力養護下 讓國人不用出國就可以欣賞到浪漫迷人的櫻花海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櫻花非常的漂亮 剛剛一路上山 一到這邊就看到我們山藍繞繞 繁花盛開 美不生收 所以真的非常適合在年假期間 帶著家人 帶著孩子 一起到陽明山走走 看看 欣賞櫻花 由於氣候因素 今年陽明山櫻花提早21天就開花 在雲霧繚繞的氛圍下 觀賞絕美櫻花 別有一番滋味 今天看到這個花開的感覺怎麼樣 不錯啊 帶下來只要來看都要看松石 櫻花很漂亮啊 對啊 開得很好 開得很好 對啊 我們拍了好多照片 還到光復樓 去看我們朋友 烏奇納的鋼雕展 對啊 感覺非常豐盛 其中位於櫻花溪流區的三櫻花 已經有八成盛開 接下來還有八重櫻 昭和櫻 及吉野櫻等不同品種的櫻花 將接力綻放 一路到3月中旬 花卉試驗中心主任 特別介紹幾處 絕不能錯過的 嗓音經典及嗓音時序 目前正在盛開的是三櫻花 那再來的話 在我們春節的假期裡面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八重櫻 大概是在春節的時候 八重櫻會達到盛開 那主要分佈點就是在我們的 花中後面一直到上面的銅像區 還有就是我們在第二停車場 下面有一個水連洞 這一區的話就是八重櫻主要分佈區 那大概到2月下旬的時候 我們昭和櫻也會提早開 昭和櫻的話主要就是在我們噴水池 跟我們的王陽明銅像這邊的話 就是最多的地方 那3月初的時候的話 我們吉野櫻會開放 那吉野櫻主要就是分佈在我們 遊客中心 還有我們的那個 竹山路二段的兩側 那它的花色比較偏白 那花瓣掉下來的時候 有點像雪片在那裡 所以我們說的陰吹雪 就是在此之夜陰 除了櫻花 種植的八萬株 杜鵑花及黃色水仙花 也陸續在2月下旬 及3月中旬盛開 抬頭賞印的同時 也不要忘了欣賞這些綠地裡的交客 我們的杜鵑花其實在2月底的時候就會開始開放 那我們的杜鵑花在陽明山區 陽明公園這代大概都八萬顆左右的杜鵑 所以它的量是很大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湖山綠地呢 在2260公車走站旁邊 那我們每年都會在那邊種水仙 那今年我們種的是大花水仙 那預計花期是在228到3月初的左右 花季期間 陽明山六座藝文館舍也聯繫舉辦 草山百年風華陽明山館舍串聯活動 包括新開光復樓的六館舍文物展 以及新銳藝術家吳其納的淨創作展等 讓遊客在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時 也能更深入認識陽明山豐富的人文歷史 不只是規劃漂亮的花 我們其實也結合附近很多的歷史建築 還有包括館舍 我們就跟旁邊的光復樓有合作 在二樓有一個藝文展覽區 所以我們結合周邊幾個 包括中山樓 包括陽明書 還有包括華岡 讀書館等等 在二樓大家可以賞花完 然後再到光復樓去看看一些藝術作品 由於陽明山陸府及停車空間有限 為了避免大量賞車花槽造成道路溶塞 例假日及春節期間 陽的大到早上7點到下午4點 會進行小客車管制 小灣也呼籲遊客 儘量利用捷運轉搭花季公車前往 輕鬆悠閒地享受櫻花 所帶來的浪漫氛圍 記者張啟燈 台北報導 農曆年後是轉職旺季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今年第一季的人力需求 真材與不真材企業比例呈現五五波 真材缺口以金融保險 資訊科技和餐飲住宿三大產業最多 真材三大原因為補足流失人力 例行性真材和業務量增加 在今年的第一季 其實有五成八的企業 對於景氣是抱持正向態度的 但是對比去年同期 其實是下降了大概9個百分點 那儘管如此 今年還是有超過五成的企業 是有在第一季真材的計劃 目前最缺乏的人力 是基層人力還有中階的技術人員 那哪些產業目前是最缺工的呢 排名有前三名的包含像是 金融業 資訊科技業 還有餐飲住宿業等等 光是在人力銀行上的職缺 就有超過了173,000筆以上 根據這個統計顯示 其實我們的失業率目前是下降的 但是儘管如此 還是有非常多的人力缺口 主要是因為根據我們調查 發現有六成以上的企業 他們真材的目的是 為了要補足之前流失的人力 所以在疫情時代 那當時有很多人力 可能離開了他們原本的職位 但是現在公司呢 想要把這些人才找回來 因此在第一季的時候呢 會有比較高比例的 真材這樣子的行為 目前最缺工的三大產業 是金融業 科技業 還有餐飲住宿業 金融業的部分 他們光是去年1到10月 他們的營收就突破了7000億的大關 那在獲利如此驚人的情況之下呢 也讓他們願意大舉真材 來拓展自己的事業版圖 那至於資訊科技業的部分 雖然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 淡季景氣的影響 可是AI是未來的這個 算是一個趨勢 所以很多產業呢 在AI相關的高階人才上 是非常願意給出高薪 來征聘這樣子的人力 來補足他們AI方面的缺口 至於在住宿還有餐飲部分 其實從去年的年底 一直到今年過年前還有寒假 都屬於餐飲還有住宿業的旺季 那在之前人力 還沒有完全補足的情況之下呢 又迎來旺季 所以很多在餐飲旅宿工作的 這些企業主 他們是更願意 比如說加薪來真材 希望可以在這段時間搶到員工 同時也可以帶動他們的營業額成長 因為疫情過後呢 其實我們對我們產業很有自信 所以我們的真材計畫 今年就會持續去做 我們現在招募的 所要的職業就是髮型設計師 就是有設計師經驗的 有美感的 然後我們的薪資會在 起薪就會在四萬五以上 我們今年大概 我們的目標大概要爭六位人 六位設計師 另外再加上儲備 所以是六到八位 調查也發現 有57.8%的企業 對於今年第一季景氣 抱持正向態度 但相較去年同期 仍下滑9% 另外有51.5%的企業 今年第一季有挑釁計畫 但呈現意願高 幅度小的情況 我大概投了進百風的履歷 那也就是大概加薪 因為找到比現在薪水還多 一萬塊左右 在我面試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的底薪其實會 讓他們覺得說 其實我會願意再增加一點的薪水 薪資 拿來錄取我的工作 這樣子 是真的蠻累的 如果跟疫情前比起來 是真的 體力上面蠻 蠻耗體力的 一個人是 要做蠻多份的事情的 就可能你要結帳 然後到送餐 然後再到可能還要幫內場洗碗 以前這個部分 可能內場的洗碗部分 可能比較不會屬於外場職責 那現在可能就是大家 在分工上面可能又要更加互相的配合 在疫情前的話 我大概正職人員部分 大概兩萬八到三萬 那目前參與業者 目前都會以三萬五起跳吧 以我目前大概的公司 大概三萬五起跳這樣子 好 其實今年光是在第一季 只有超過五成以上的企業 是有調薪這樣子的打算 那平均調薪的幅度 大概是3.8% 那其實對比去年 調薪的幅度差不多 微微上升了大概0.1% 因為去年是大概調薪3.7% 那今年是3.8% 所以在調薪的意願上 是比去年 也算是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但我們認為 因為現在很多企業 他們為了要徵求人才的加入 所以除了調薪之外 他們會祭出更多 比如說優渥的員工福利 或者是像有些企業 他們願意祭出 可以讓員工延後來報到 這樣的措施 然後來吸引人才的加入 調查顯示 公司調薪主要參考標準 包含工作績效 員工配合度 企業營運獲利 以及員工年資 除了調薪以外 給予績效或激勵獎金 優渥年終 紅包 員工旅遊 也都是企業採取 靠上員工的實質做法 記者聯繫會 台北報導 快樂之道舞蹈團 進歌熱舞為活動揭開序幕 由中華天下父母星關懷促進會 攜手台灣快樂之道協會 以及中正區往西里辦公處 共同舉辦第二屆綜藝百老會 工藝嘉年華 活動豐富多元 有歌唱百老會比賽 銀橋國小熱舞社及唐韻舞團 一臥風多元共享空間 漢服舞蹈工藝演出 並歡唱影集黑水溝 傳奇之鎮王富臺 鎮成功主題曲等 更結合時事舉辦青年參政有話說 邀請青年世代表達對社會現況的看法 希望透過活動提倡正向休閒 散播正能量 中華天下父母星關懷促進會 非常的喜歡邀約不同的公益慈善團體 去串聯如何結合創意跟公益 去倡導民眾從事正向休閒 那為什麼這場活動叫做綜藝百老會 就是結合透過青年 透過世代接軌的一個愛秀 愛憲的青年 在舞台上等於說是展現自我 展歌喉 得到一個成就感自我實現 然後同時能夠在上台呢 為社會發聲 為民喉舌表達你對社會的一些 願景跟構想或者是說 你想要揭發什麼不公不義 都可以跟民眾做一個交流 等於說是一個青世代跟一個 我們樂齡族做一個交流的一個舞台 我們快樂之道就是放入品格 對 沒有去做不該做的事情 會你在生活上啊 你做對的事你就會快樂 對 很想要為我們這個社會 那我們國家 甚至我們這個星球 來做一點好事 其實這個都是正能量 對 那我們到學校啊到社區去 老師也都發現說 現在學校沒有生活倫理 然後公民與道德 生下公民 少了道德 所以我們都很驚訝說 這個整個社會真的是需要一個向上 向善的一個力量 活動第一階段 安排歌唱百老會比賽 主辦單位表示 本屆吸引將近30位民眾報名參加 第二階段才藝選秀舞蹈表演 結合歌舞和服才藝秀 提供愛秀愛線的青年朋友們 表演及發聲的平台 台灣的社會呢 為什麼會有一些社會問題存在 其實我會覺得是因為大家的心靈 有一些就是不開心 那要怎麼散播正能量呢 那我們就要提倡正向休閒 那我們協會之前呢 不只辦了歌唱比賽 街舞比賽 漢服舞蹈比賽 那我們這次結合就是 綜藝百老會的情勢 各式各樣的歌舞秀 跟青年論壇加進去 還有額頭的舞蹈 讓他更完美的去呈現 這些公益團體如何透過正向休閒 帶給大家一個正能量 然後同時傳達就是 大家一起參與公益 號召更多的青年去透過自己的專才 自己的才藝去幫助別人 你總實在在舞台上表演 也等於說除了是成就自我之外 也是在散播正能量做公益 然後從中追尋一個成就感 然後號召更多的青年人呢 一起產整 活動中還安排 新北市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 為民眾提供意見服務 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活動 號召民眾從事正向休閒 勇敢追夢展現自我 並推動社會福利 促進世代和諧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什麼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膠做的 多吃這種瓜和癌症說掰掰 全世界瘋傳的驚人事件 看到這些誇張的標題 您有什麼感覺呢 會因為好奇而點進去一探究竟嗎 還是已經知道這是毫無意義的農場文 現在我們就帶您來理解 假新聞的下標題技巧 教您聰明判決 1.文章標題有誇大的聲明 像是你不會相信即將發生的事 假的 2.出現奇怪或不尋常的動畫 通常都是騙局異常 假的 3.跳出輕鬆賺錢等文字 絕大部分是詐騙 假的 4.出現不常見的影像 例如疾病 扭曲罩等 這是騙點擊率 假的 5.常見罐頭用語 像是百萬人公傳 大家都驚呆了 簡直太神了等 一樣是假的 這些聳動的標題 就是希望閱讀者能點擊 點進去後的錯誤資訊 會造成民眾對虛假內容的信任 判斷錯誤 因此我們要牢記 一看二庭三想 讓誇大的新聞標題 不再影響我們的閱聽品質 中家集團關心您 國民健康術統計 110年國人吸菸行為調查顯示 家庭二手菸鋪露率上升至28.9% 較109年的27.1% 及107年的21.1% 持續攀升 遠然成為威脅家人健康的一大警訊 因此推出限量聚菸 來貼圖 以鬥趣可愛的風格 傳遞聚焰理念 為著熔年 我們期待有更好的生育率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在這個年末的時候 我推出了一款的戒煙的這個戒主 就賴戒主 都是為了你好 都是為了你的概念 那為什麼我們要搶在這個過程裡面 來跟各位來發布這個所謂的貼圖 因為依照國民健康署的調查 我們的家庭二手菸的貼圖率 從107年的21.1%到109年的27.1% 一直到111年的28.9% 他告訴我們家庭的二手菸的危害是逐年在上升 如果我們為了明年 我們想要有更好的一個這個下一代的話 所以國民健康署就要特別呼籲家庭二手菸 疫情來防犯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家裡面有重要 有三個重要的特殊 三加一的特殊族群 一個是我們剛提到的小孩子 如果今天特別請幼稚醫師來的原因 就是如果小孩子長期 庫復在二手菸跟三手菸的危害之下 那麼他得到的所謂的氣喘 我們和很多孩子有氣喘 中兒菸的比率就會比較高 會更高於家裡沒有這些危害 那第二個家裡特殊要保護得出去 就是明年如果有懷孕的孕婦的話 那他的流產以及出生的小孩的體重 比較輕的比率也非常蠻高 那一般來講我們家裡還有長輩 我們的這個中老年人或我們的成年人 如果長期附入在二手菸跟三手菸的 這個情況之下呢 包括他的肺癌冠心症 以及他所謂的這個相關呼吸道的疾病呢 會比沒有的人多的20到30% 小科醫師陳慕容也趁著大家搶身龍寶寶之際 宣導二手菸對小孩有高度危害 可能會讓幼兒有認知能力缺陷 影響肺部功能提高氣喘發生率 甚至引發中二炎 當年我還是個高中生 而且是個很乖的高中生 我們要去那個採買所謂的 原油會的禮物的時候 經過一條暗黑的小巷子 那小巷子裡面就有幾個看起來 就是在抽煙的不良少年 那看他看到我身上的制服 我經過的時候 其中一個人就是吸了一口煙 直直的朝著你吐了出去 你就會彷彿看到有一條很尖很長的煙卷 就朝著你飄了過來 那這個畫面一直在我腦袋裡面存留了很久 因為這幾年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是現在的話 我會不會上去貓他的兩拳 那當年我真的沒有做這件事情 但是當時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很挑釁的感覺 但是一直到了這幾年 我上了醫學系 一直到我當了醫師 我才發現說 這不只是一個很挑釁的感覺 還是一個害人命的動作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二手煙 吸到自己的肺部 那個真的叫做一手煙 你自己吸到自己的肺部 那你點了這支煙 這支煙上面的煙霧 讓別人吸到 這個叫二手煙 那不是只有這支煙上面的煙霧 你吐出來的煙 讓別人吸到 這個也叫二手煙 那三手煙呢 就是當我把煙洗掉了 我的呼吸也沒有呼吸出任何的煙霧的時候 結果它殘留在空氣中的煙霧 這個叫做三手煙 所以大家就很清楚的明白 一手煙就是自己吸 二手煙就是別人吸 三手煙就是洗掉了煙之後 在環境中還吸得到的煙霧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到 二手煙其實是環境中 真的最廣為分布散布的污染物質 三手煙在環境中 沙發 窗簾 單床罩 甚至於說皮膚毛髮上面的存留物質 可以存留到時間很久很久以上 那我自己是個科醫師 我們以往老生常談 總是說吸煙會導致肺癌 甚至於說這些二手煙的危害呢 可以影響到冠心病 影響到中風 影響到肺癌 都高達了20%到30%以上的比例 那個是大人我們老生常談的 但是在小孩子身上 如果小孩子吸到二手煙 三手煙有什麼樣的危害呢 第一個 呼吸進去 最重要的就是氣管影響 所以孩子氣喘的比例就是大幅增加 所以各位想想看 為什麼人家孩子感冒就是咳嗽而已 我們的孩子吸到二手煙之後呢 他感冒的時候 他會呼吸的時候會 好像喔 每次做完這個動作 我都要親喉嚨清一下 因為這個動作其實很傷害呼吸 因為你的氣管整個緊繃了 吸氣吸了進去 吐氣吐不出來 所以這個它會影響到氣喘人力 再來呢 我們去給醫生檢查 醫生老師說 喔你的耳朵中耳發炎了啦 中耳發炎 他們去統計了一些研究 其中一個家中有人抽煙 也是影響到孩子中耳發炎 幾率比 比率增加的因素 抽煙不僅對個人健康有危害 對家中老人孕婦也有影響 國健署與醫師建議民眾戒煙 保護自己和家人健康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機車改裝造成交通亂象 也凸顯噪音擾民 為了從源頭解決機車改裝排氣管 產生噪音問題 環境部與交通部共同推動 改裝排氣管認證制度 該官者需要通過噪音檢測 並且至監禮站辦理變更登記 未來一年緩衝期間 可以免費到地方環保局 或噪音實驗室檢測 2025年正式上路後 就需付費檢測 未使用認證且檢測不合格者 最高罰5400元 如果沒有取號 那我們現場檢測又不合格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直接告發 照目前的照應法規來告發 未來在114年1月1號環衝期過了之後 民眾如果有改裝的話 就必須要自行委託 認可的實驗室 就是國安院認可的實驗室 來進行檢測之後 然後再送冊 然後再取得編號 去辦理登記 那路邊攔查處理的話 未來就是如果有路邊攔查 沒有認證的 那我們同胞交通部這邊 來給予就是 依照 道路安全交通條例裡面 來處罰 另外一個呢 在檢測不合格 就是如果照應檢測不合格 那就一定告發 就是在改裝的這部分 好 所以大概 大體上我們大概 就是 重點是抓草不抓改 那如果改裝呢 必須要登記 機車排氣管 照應這件事情 在末端的公路電影機關 幫你變更登記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就是像剛剛張市長所報告的 依照院裡面指示 我們配合環境部 這邊推動這個機車排氣管 照應認證的這個制度 目前已經有相當的成果 所以我們就配合修正 我們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 附件事務的規定 那機車排氣管 現在是可以變更的項目 不過它只需要符合 我們交通部安全的要求 就是要有相關的防灘蓋 還有那個出口 出口必須在後方 而且它的出口角度 必須要水平或往下 不能夠有顏色的這樣的情形 那配合環境部這個機車排氣管 認證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在今年的10月份 預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以後 如果要變更機車排氣管的話 除了要符合剛剛所說的 防灘蓋 出口角度 跟出口的這個 在後方這樣的規定之外呢 必須從114年開始 會列入定期檢驗的項目 改裝排氣管 必須要使用 經過環境部噪音管制認證 而且是可以體配 原本這個車輛的這個排氣管 那在114年正式上路 列入定期檢驗項目之前 那就像剛剛市長所說 我們會大概給一個一年的緩衝時間 那如果提前來辦理相關的一個變更的話呢 是可以不用付相關的一些法條 那再來就是我們目前法規修正的一個進度 那這樣子的造物專安全法規 我們現在已經跟內政部在進行相關的會型作業當中 我們應該明年就會開始來更正上路 好那再來變更登記的部分的話呢 就像剛剛市長所說明的 排氣管這邊源頭這邊會有相關的登記管制 然後會在合格 噪音合格的排氣管上面會有相關的一些烙碼 或是一些合格編證的資料 那這樣子的產品的改裝 到現在的機關來我們就負責 依照規定辦理相關的變更的這個登記 那在辦理變更登記的時候呢 就會有相關的證件 就是跟我們一般變更的程序線 就被托相關的 行車實照 強制行車責任保險的一個證明 然後相關的一些證明文件之後呢 114年之後呢 你來變更的時候呢 就必須還要提供這個合法業者提供的 加改裝的這個設備 統一發票 那為了加速大家 在這個 使法規實施之前 提早來變更 或者我們也考慮到說 有些民眾的變更 可能已經發生在 比較早之前 那要取 那不像新改裝的人 他可能很容易取得發票 所以我們在法規裡面 也允許說在 113年12月31號之前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改裝的人 車主的呼喚的話 來幫你變更更接收 是可以不用檢舉統一發票的 我們在過去針對這個 機車 機動車輛的這個噪音呢 做了一系列 我們用聲音照相來 找出這種高噪音影響安寧的這個事件 那我們發現呢 有些機車 或者是 就是有 透過這個排氣管呢 不當的改裝 之後造成高噪音的 事件 所以我們這次推出 就是說 如果改裝的話 你必須要 再透過 我們一個 噪音的認證之後 然後到這個監禮站 辦理登記 那這樣才能夠保護 整個噪音的這個情形 才能夠確保 那目前的做法就是 明年1月1號開始實施 那我們有一年的緩衝期 114年1月1號開始 會有開法的這個規定 那明年度呢 我們環保單位 環保局這邊特別提供貼心的服務 就是讓已經改裝的 還沒有就是沒有測試過的 就使用的這個排氣管呢 不是經過環境部認證的這個排氣管的呢 特別可以到環保局 就近到環保局這邊來登記 要做測試 那因為測試呢 我們會 網站上面會讓需要的車主呢 他可以選擇他就近的這個環保局的測試 也就是說你在台中呢 你可能因為車子可能有可能在台北 那你可以在台北就近來進行測試 那我們有一年的這個服務期間不收費 現行並未文明規定禁止排氣改裝 僅有規定排氣角度加裝防攤蓋且不需登記 新至明年元月起實施 將規範機車噪音及排氣角度 改裝車未經認證者 依道路交通條例處900到1800元罰還 目前以管制機車改裝為主 偵測上路後會觀察實施情況 滾動式研議是否也拿入汽車管制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印象派大師莫內的油畫 運用現代科技讓名畫動了起來 還有透過AI技術生動的還原 泛骨字數升平 1874年印象派大師莫內的印象日出 在巴黎獨立展覽中首次展出 掀起藝術史上的格型浪潮 印象派150週年光影藝術展 結合經典畫作與現代科技 讓觀者用不同的角度感受印象派畫作的藝術之美 那前兩年我們舉辦了惠動的文藝復興 創造了一些不一樣的展覽內容之外 我們這一次特別利用印象派150週年 我們打造了更不一樣的這個沉浸式的體驗 包括我們打造了一個可以媲美歐洲博物館的一個畫廊 那第二個展區我們是把巴黎的歌劇院 用同樣的造景用光影的方式來呈現 第四區更特別我們打造了一個直徑15公尺 高度4米540度的沉浸式的投影 這個構想是來自於巴黎的環形這個菊原美術館 菊原美術館裡面就是把墨內的畫作整個用環形來表現 我們這次特別打造這樣一個空間 應該是台灣第一次這樣子舉辦的 印象派畫作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們強調光跟影的變化 捕捉光影變化的美感 那用沉浸式體驗可以更好地把這樣的特色表現出來 同時經過會動的這樣子動畫的一個處理 可以讓觀眾更沉浸在裡面 尤其是對畫作不是很熟悉的人 他看到這樣的題材他更容易融入其中 展覽分成四大展區 第一展區黃金印象 以圖片 影片 圓寸仿真畫作 及AI還原範古等多元方式 帶領觀眾認識最具代表性的畫作畫家 第二展區花都風情 重現巴黎各劇院的光影劇場 由馬奈 窦家 雷諾瓦等畫家 將當時的生活百態一一入化 第三展區光影之舞 將印象派光影元素在巨大的進屋中 如夢似幻地展現出來 第四展區四季之歌 觀眾將在仿造巴黎菊原美術館的 原型展廳中 透過沉浸式的體驗 感受名畫中美麗的季節與景色 我們這次的內容是跟歐洲的內容商合作 我們跟36個博物館美術館分別取得 200多張印象派名作的授權 再把這些畫作用動畫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可以講說是每一個環節都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歐洲人對於印象派的理解 其實是比我們深入的 所以包括在光影的應用 在動畫的應用 在音樂的應用 還有我們場地空間的一個設計上面 應該都有很獨套的這個不一樣的 跟過去展覽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應該是可以讓大家得到這個耳熟共享 這樣子一個體驗的 雖然是用四個不一樣的主題 下去去給大家做介紹 但同時也是希望 用這樣四個不同的呈現方式 來去呈現我們在印象派時期裡面 每一位大師的諸多畫作以及諸多作品 首先第一個是想要介紹我們的展覽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展覽 因為印象派這個主題 它其實不是很常見的 那我們印象派一百五十週年 首先第一次我們分成了四個大的主題 第一個大的主題 將會是以黃金印象為一個主題 用我們的複製畫 也用我們的影片下去去一比一的還原 每一個畫作 不管是我們的范古 莫內 雷諾瓦 秀拉等等的印象派的畫作 都會在我們第一個展區下去做呈現 那它其實看完了之後也發現我們的策展模式 其實非常像是我們歐洲所有的博物館美術館所呈現的方式 第三區的部分我們的主題叫做光影之舞 它主要表達的其實是以范古為一個最主要的核心點 那大家也知道范古的畫作其實都是偏向於是很像是一個夢幻的情景 當夢最後醒來了就會是進入到我們第四區了 第四區將會是我們這一次展覽的主軸 會是一個環形的銅影 以一個圓形的模式下去去表達印象派所有的畫作 那我們最後就是希望大家在參展的時候可以坐下 或是說用你自己喜歡的參展方式下去去做參展 讓你自己也活在這一個畫作裡面 讓你自己可以真正的沉浸在這個沉浸式展覽裡面 3 2 1 請節目 展覽還特別製作一幅高4公尺寬5公尺的立體還原畫 致敬墨內蓮池 以最新科技還原展現墨內畫蓮的油畫紋理筆觸與層次 不僅可以觀賞也可以用觸摸來體驗畫作 我們認為呢藝術是要大家都能夠耳熟共賞的 但是我們覺得有一些朋友因為生理的限制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體會到藝術之美 特別是視障的朋友 所以我們就跟我們國內的一家高科技的藝術公司合作 用高度還原的立體畫作的一個方式 打造了一個高4公尺寬5公尺的一個大型的一個巨幅的畫作 可以讓觀眾近距離的看到這個油畫裡面的這一些文理之外呢 你還可以伸手去觸摸 尤其對視障的朋友他可以感受到那個溫度跟那個厚度 他有一個想像的一個空間 我們希望能夠盡量推動這樣的藝術平權的事情 讓所有人都能夠享受到藝術之美 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藝術展 即日起在華山文創園區展出至2024年4月7日 邀請觀眾穿越時空 體驗畫家捕捉剎那及永恆的感動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記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恭喜恭喜新年快樂 市長昨天的長官請向六長互相拜年 基隆市政府新春團拜 市長謝國良跟副市長邱佩玲和多位貴賓 包括立委林佩祥及副議長楊秀裕 市議員張芳麗 市議員陳明健 市議員曾濟炎及市議員聯恩典等人 共同向在場的市府員工祝賀龍年行大運 而團拜中的焦點話題就是關於Net商場的爭議 市長謝國良表達 新的一年開始希望以和為貴 敦請我們的副市長還有我們新選任出來的林佩祥委員 最近有空的話呢也會去拜訪一下Net也就是主副商場 大家可以坐下來聊一聊看看有沒有未來可以更多 大家來合作跟這個一起來攜手努力的空間 他們過去也在基隆努力了一段時間 也替基隆有做出了好的成績 那這一點我們也不可否認 那我覺得大家在法律的定義上跟見解上是略有所不同 不過我想益中求同 一個我想以一個和字和平的和 作為我們今年開村以後的訴求 那希望我們市府能夠主動釋出善意 看看未來有什麼可以跟對方大家來洽談跟合作的空間 那讓我們一起努力讓今年變得更好 做更多事情來感謝回饋我們的基隆市民 另外還有觀光建設的推展也將加強溝通 市府將努力推動在國門廣場設置摩天輪 發展海港城市的國際觀光 那今年有很多工作我們需要多溝通 才能夠順利的完成 包括要在國門廣場新建一座摩天輪 來吸引國際觀光人潮 這是過去以來很多國際海港城市 都有的一個標準配備 那我相信基隆市也要努力來完成 那我們會多跟市民跟社團溝通 讓他們多了解有一座摩天輪 對於基隆市的觀光兼國際人潮 以及郵輪要停留的時候 讓他們有地方可以休憩 是一件正面有助益的事情 新春團拜中市長謝國良跟副市長邱佩玲 一一發送開工紅包給參與的市府同仁 勉勵大家共同攜手努力 為基隆市民建構一個更好的基隆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在美麗的主持人帶領下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位和副議長楊秀裕 陪同市議員們 以及帶領市政府團隊前來參加 市議會團拜的基隆市長謝國良 和副市長邱佩玲等人 一起大跳動感又喜氣的團拜舞 瞬間就拉近輔會之間所有人的感情 2月15號是上班開工日 基隆市議會舉行新春團拜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位 代表基隆市議會表示 2024是基隆建市百年 期許新的一年不分黨派共同努力 攜手合作繁榮進步基隆 2024年是基隆市剛好建市100周年 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有賴無數先進過去累積無數的智慧 打造一個堅固的地基 在這份城市的光榮和驕傲上 我想我們走過了一個世紀 我們在場所有的民意代表 行政首長還有公務人員的夥伴們 我們都應該繼續秉持謙卑 然後秉持著這份得來不易的果實 不管透過合作溝通還是團結 都希望是以民為本 為基隆好不分立場 大家好不好 好 傳遞民意還有傳遞市民的需求 是市議會做為民意機關最重要的一個職責 我們這屆市府跟市議會都剛好就任滿一周年 我們有許多新的市府 也有許多新的政策 我想也廣泛的引起市民的討論 我們有賴於接下來在議事運作議會的過程中 大家共同來溝通討論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可以更清楚 我們市政府推動的方向 我們不能忽視市民的聲音 基隆市議會也更應該是市民傳遞聲音的平台 我想我們今年龍年的意象 就是團結一心的意象 年前選舉的分擾我想已經過去 不分黨派在新的一年共同來努力 尤其我們今年 不管中央地方都沒有在選舉 我想大家秉持著都是基隆人 為基隆好 大家都有共同的友誼 尤其我們基隆人 大家是非常重視人情味 人脈的連結 同學 家人 親戚朋友 大家都聚在一起 我想我們不管未來怎麼樣 我們不分黨派 大家共同來努力 為基隆市未來的發展 大家一起做對基隆市的貢獻 我想是市民朋友 對我們在場所有不管市政府官員 市議會的同仁 市議會的夥伴們 大家在市民對我們的期待 期待在新的一年裡 我們再接再厲 攜手合作 共同致力於基隆市的繁榮與進步 讓我們共同勤取 基隆市更加美好 團結一心更加繁榮 和諧美好的基隆 基隆市長謝國良也代表市政府團隊表示 希望在市議會民意監督下 努力溝通 做好市政建設 就如同這個議長剛剛所說的 這是一個新的一年 那未來我們也會在議會的編制之下 做好我們各項的工作 那我們非常注重議會 給我們的一個任何的訊息 跟任何的想法 我們也會就是在議會的督導之下 在民意的監督之下 來努力做好我們的各項工作 那不可會言 我們的確有一些工作內容 跟過去往常的市政建設 比較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會努力做好我們的溝通 那我們看到這麼年輕的議長 這麼開明的政策 而且又是未來我們即將就任總統的 緊密的夥伴跟親戚家人 我們相信在議會的指導之下 基隆市的發展一定會越來越好 我們跟議長一樣 都想把最好的給基隆市民 只是我們如何能夠有效的來完成它 再次的謝謝議長的邀請 讓我能夠來這邊跟大家拜個年 也希望我們團隊 大家一起努力 做給我們議會的各位先進議員 長官來看 讓他們了解 我們也是很努力的在做好每一件事情 補會和諧共創未來 補會和諧共創未來 議長同志委副議長楊秀鈺 以及市長謝國良和副市長邱佩玲 分別帶領市議會議員們和市政府團隊 高韓府會和諧共創未來後 議長同志委和副議長楊秀鈺 以及市議員們 現場分別發送議員紅包給與會的來賓們 祝福大家金融年身體健康 和家平安一切順心如意 記者孟俊松 基隆報導 此鄉參拜 至鄭扁額發送議員紅包 春節假期 內政部長劉昌 多次回到故鄉基隆走村拜廟 並發送內政部印製的議員輔帶 祝福市民朋友們 農聯都能農騰胡笑 步步高盛 其中八斗子地區信仰中心 萬安堂 更邀請劉昌正扁 臨遭釋海 廟方我非常希望 我們能夠來鄭與扁額 希望也能夠讓大家對這個地方 更有一些相信力 然後也希望說 這個神靈能夠更加的發揮 然後能夠為我們所有的民眾 大家來造福 所以我們非常樂意 然後對所有的一個宗教的信仰 來給予這個任禮跟支持 而為了使第一線消防人員在火場等 資訊不明的救災現場能善用科技 降低救災風險 2月15號春節連續假期結束後上班首日 內政部長劉昌在行政院會提出 充實各縣市消防機關科技化救災 用無人載具裝備協助計畫 113年將編列6.6億經費 協助22個縣市消防單位 添購88台紅外線熱險像無人機 及88台救災機器人 確保消防人員安全 牛昌補充表示 行政院也核定建構國家安全化學 與韌性永續計畫 114年起將編列4.6億 協助地方添購72台紅外線熱險像無人機 及33台救災機器人 屆時全國將有紅外線熱險像無人機 421台及救災機器人155台 希望用科技改變救災模式 逐步打造救災機器人車隊 提升救災能力 也能更全面守護消防人員安全 記者張啟燈基隆報導 從簡易的飛行原理出發 加入民航法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 國中學生無人機營隊在基隆商工展開 藉由模擬器進行無人機操作 並實際動手製作實體機 還有操控四旋翼機在戶外試飛 最後進行室內的無人機穿越比賽 那無人機穿越賽呢 我們有釋法性 就是因為它是在室內飛行 而且它的造價比較便宜 我們就這造價比較便宜 不是一般的那種商務機 可以把它推廣到國中國小 我們希望以後呢 藉由這機會呢 讓基隆區的每個國中國小 都能夠玩到無人機 去啟發它的學習興趣 兼顧現場教學的安全性 原想飛的孩子一個飛行夢 那個模擬器的部分 然後還有試飛的部分 跟這個參與的活動 正兵國中校長 感謝機商的跨域合作 甚至能派出學生 參加台北市辦理的全國無人機競賽 正兵國中我們一開始 是成立遙控車社團 那在後來 在基隆三公航電科的協助之下 我們加入了無人機的部分 孩子的學習的興趣變得更高 而且他們的面向更廣 那我想這是一個跨域和跨階層合作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民政處長張雲祥也特別到場 觀看孩子們的比賽 我相信在基隆這個地方 我們有三海景 未來我們更多的學校學生 來透過跟基隆三公的合作 來學習到空拍機的技巧 對基隆市風景的採集上面 都有很多的需求跟幫助 基隆三公以微型化的無人機 進行教學 大幅降低成本 也兼顧釋法性與安全性 讓孩子的飛行夢可以實現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感謝您的評論 Athchen湯 在這裡 您的設計 可以做廣告 您可以做廣告 您的方法 您可以做廣告 非常順序 您可以做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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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1215元的封销 5元好 2216元